我是学食品工业的 我现在做的一间小公司是在做宝电食品的研发 我们这个团队叫蔡青虫 我们在做的项目简单的说 是提升一下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形式 我跟田园东方的建设者关系比较密切 我跟田园东方的建设者关系比较密切 我经常上他们那个项目来玩 正好最近他们通知我 这有这么一个项目 我也很感兴趣就主动参加了 主要是好奇 我经常有一想法 我脑子里想法非常多 但是我缺乏一些跨界的朋友 比如说我的团队现在非常合适 我的团队里有专业的工业设计师 有HR 有搞商务的 有搞电子商务平台的 有搞物流的 那么平时我们要形成一个想法 刚靠自己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正好这个奇迹完全可以做到 我们任何人说出一个点子 其他人用自己的长相来把它完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一样最深的是采访调查的环节 以前我们自己在做思考的时候 自我的东西太多了 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了 有很多想法是自己认为很兴奋的 实际上跟实际是脱离的 那么通过实际调查以后 发现我们要真想做些事情的时候 还是应该从实际开始 这是一段很开心的经历 直接影响可能不好说 但是它肯定会影响我做事的态度 影响一些我的思维习惯 就是说来玩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